老子说,胜任者有力,自胜者强,人这一生,战胜别人,只会获得一时的成功,但是战胜自己,却会让自己收获真正的强大。 人生,是一条不断修炼的旅程,最好的修养,就是做到三步。 解读国学经典,传承中华文化,欢迎订阅禅世界。 解,人钱不炫,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问答,什么叫做高级的修养? 有个高赞的回复,如果你有美食吃,请不要在饥饿的人面前扒鸡嘴。 如果你有钱,而你知道对方没钱,请不要在人家面前炫富。 如果你瘦了,恰好别人正在为肥胖困扰,请不要对别人品头论足,炫耀自己。 的确,分享喜悦是正常表现,可一旦有了私心,过了肚,便成为了商人商己的利器。 就像,在朋友圈大肆炫富,炫人脉的周杰,结果他被全网追击,不仅自己停职调查,还牵连全家。 还有,因为妻子在自媒体平台晒出老公月薪八万两千五百的收入证明,登上热搜,导致这位中金交易员被停职调查,面临失业以及房贷巨压的各种风险,真的是实力康复。 蔡根坛曾说,君子之心事,天晴日白,不可使人不知,君子之才华,欲温诸藏,不可使人一知。 有些人,但凡有点成就,就迫不及待到处宣扬,彰显自己的优越感,可其实只会显得无知可笑。 一个人越低调,越懂得收敛锋芒保护自己,避免刺伤别人,相反,越高调,越喜欢炫耀作秀,越容易树敌招来祸害。 真正有涵养的人,无论自身有多大的成就,从不会刻意夸炫,只会更加低调处事。 当初,齐国君要封扁鹊为天下第一神医,扁鹊却坚决拒绝,声称自己医术并不是天下第一。 他的两个哥哥,医术都比他高明。 国君不解,问他,既然你的哥哥们的医术都在你之上,为何都明不见经传? 扁鹊答道,二哥扁鹊能够治大病于小样,即大病刚出现症状时,他就能诊断并及时根治,所以他只在家乡有名气。 而大哥扁鹊能够防病于未然,医术出神入化,他只要看人一眼,就能判断其可能出现什么病,然后在其得病前防范断绝,所以只有熟悉的人知道他的医术高明。 而我扁鹊,既不能治大病于小样,又不能防病于未然。 等到我妙手回春时,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。 所以,这称呼我受之有愧,我那两个没有名气的哥哥才是神医,我只是名满天下的名医而已。 不难发现,真正优秀的人,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,所以脚下的路才能越走越宽。 为人谦虚,看似不争先,实则争的是滔滔不绝,呈现的是虚怀弱骨,大气从容的处事谋略。 人生有耻,得而不显,富而不炫,才能更专注提升自己,处好人际关系,成就自己。 人后不报,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? 你去旅游发了一个朋友圈,有人说你没见过世面,你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子,有人说你靠别人。 你工作升职加薪了,有人说你运气好。 你人逢喜事精神爽,有的人当面恭喜你,却又在背后挖苦你。 听友飞飞,就有过这样的经历。 飞飞和甜甜相识六年了,两人经常在一起逛街吃饭,甜甜夸飞飞善解人意,温暖心细,慷慨大方。 有一天,飞飞从别人的口中,得知甜甜在背后说她,矫情,虚伪,自私,小气。 那些看似对你好,却在背后挖苦你的人,最让人心寒。 喜欢搬弄是非? 人后诽谤他人的人,是不值得深交的人。 真正有修养的人,不接人短,不言人私。 微博有人提问,真正有修养的人是怎样的? 高赞的回答只有两个字,甚言。 深以为然。 不随意给人贴标签,不随便评论他人,是一种修养,更是一种善良。 看过一个故事。 一位大妈,背了一个名牌包包,去实体店做鉴定。 大妈说,这个包包是我儿媳送我的,银居说我这个包看起来不像真的。 店员笑着说,这个包质量挺好的,您可以继续背。 大妈着急说,好几个人都说是假的,你能仔细瞧瞧吗? 店员摇头说,那他们肯定看错了,这包质量没问题,您安心背着吧。 从头到尾,店员都没有戳穿这个包是假的,也没有去评价大妈的儿媳。 有一种修养,叫宁可无言,也别话多。 隔颜连壁中有句话,静坐长思挤过,闲谈莫论人非。 真正聪慧的人,往往不动声色,谨言慎行,这是对他人的尊重,也是对自身的保护。 俗话说,耳不闻人之非,目不是人之短,口不言人之过。 一个人的修养,就藏在他说话的分寸里。 知人不平人,知事不声张,是一个人最顶级的智慧。 人尚不傲。 泰戈尔有这样一句话,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,便是我们最近与伟大的时候。 人在一朝得适之时,最容易忘本,当你春风得意之时,更应该谦让。 身处高位,若目中无人,只会阻碍自己前进的脚步,唯有保持一颗谦逊之心,方能不畏浮云遮望眼,取得更高的成就。 叶圣桃先生,就是这样一个人。 他很早就在语言学领域,做出了不菲的成就。 但在他自己看来,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语言学者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他和张忠行一起主持汉语课本的编审工作。 因为初到北方,叶圣桃的普通话并不是很标准,为了规范行文,他曾多次向张忠行请教编撰部分遇到的问题。 张忠行心中暗想,叶老是自己的领导,又是想遇国内的大师,出于敬重,还是不要直接动笔的好。 叶圣桃看出了他的顾虑,非常谦逊地说,不必客气你直接改,有什么不妥都改,千万不要慎重。 事后,张忠行感慨说,叶圣桃老先生,这样德高望重的大家。 面对我都是如此低调,难怪他能在语言领域,有如此高的成就。 叶圣桃先生,不仅在工作中谦逊有礼,在待人方面,更是让人感到如沐春风。 张忠行每每去他家中做客,离开之时,他都会将对方送至大门口,礼貌告别之后,才会转身回去。 即使到了晚年,叶圣桃也会在告别时,努力拱手说谢谢。 身处高位,却仍目中有人,是一个人真正可贵的修养。 如丁弥生所说,真正的谦虚是最高的美德,也即一切美德之母。 以内敛的态度,去为人处事。 并其目中无人,才能从中受益,成就更好的自己。 要明白,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,完善自己的过程,永远没有止境。 做人,永远要有一颗谦卑的心,别太把自己当回事,也别不把别人当回事。 非常赞同一句话,与人为善的理解,推己及人的周到,是亘古通用的理解。 爱人者,人恒爱之,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 生活是一面镜子,你是什么样子,它便呈现什么样子。 把修养根植于心,当你学会体谅世界,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。